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K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山六路西门头附近 一般来到这些老城区 我们通常会找粥品面板 或者是一口鸡煲 但今天很特别 我们要来到这边找一间日料店 听闻是一间开了十多年的日料店 这间店叫做秋甜津传统日式料理 其实是什么叫传统日式料理呢? 在我的理解当中 在往后走啊 走错路, 走错方向 听说这间店的最大特色是可以按照不同的季节 会有一些外面比较难找到的刺身 比如说安康鱼 安康鱼干 之前在网上爆红过的一种鱼 就说仰衰到红了 就是一款仰衰到红的鱼 听说它的鱼干非常好吃 大堂里面的一楼 是一间酒店的一楼 有一个很小的红灯笼 在那里导致秋甜津 日本要来 三位 进来拿了两份菜单 一个就是 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是正常的一条菜单 然后有一张 简陋笼的打印 上面写了一些 比较有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安康鱼干 价钱也是很均深的 即是68万份 还有一个叫做 针鱼刺身 是88万一条 但我不知道什么叫针鱼 一会儿去问问老板娘 今天就没有了 针鱼今天没有? 对 安康鱼干就有 但是有些东西吃就很好吃 如果有些怕腥的就有点点 原来是生吃还是熟吃的? 熟吃的 即是蒸熟到冬吃 我们每个季节这个时候都做的 这个季节这个时候 冬天才有的 冬天才有的 冬天才有干脂肥味 而且我们这里有时 会换新鲜的品种 或者是季节那些 哦 按照季节来换 我看到菜单也是 对 对 不知道我们这里是否有个很好玩的 是被人蹬 对 有啊 我看到一开始了 吃它 好特别 这个就很像湖南 他经常出差的时候 才会碰到的 这个很功夫 对 这些菜都是在B站坑过来的 有很多日本的up 本来捉了 想试试看 对 我们先试试这个安康鱼干 它很神奇的地方是 这个红色是它这个干天然大的颜色 老板娘说 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的 就会说这个红色就是它的膏 所以会令它整个干酒更加香 不腥啊 嗯 它的口感 不会像鵝肝那么滑 它也是有一点凹粒感的 就是你会吃得出它那个干的有些纤维 或者是一块块碎的感觉在你口里面 而且那个香醇的味道又带有海水那种 有些鱼油的甘香味道 而且不腥啊 其实不腥啊 那就是不腥啊 老板娘一直强调的话 可能会怕腥 但是真的不腥啊 但是如果是很不喜欢腥的人 他说可以推荐点一下这个草汁 我其实在外面吃过普通的鸟店 都会有鱿鱼壽司的 都不贵 它们的鱿鱼比我感觉呢 会比较软一点 就是你越咬 你会觉得那个鱿鱼越咬就越腥 就是它那个黏衣的鱿鱼很强 但是这个呢 稍微吃起来还会爽身一点 就是你一入口 你会觉得它会有咬口一点 然后你会咬多两口 它那种黏黏的感觉才会出来 嗯 是 这种是比较好的 就是起码会比较爽身一点 这种爽身应该就是它 跟它的新鲜程度是有关的 其实真正的日本料理 我看孤独的美食家 都不是说日本人一天都吃生东西的嘛 我看你这里都比较好 对啊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 日本料理是生的为主 其实不是的 很多人是熟的 所以很多人来到 他都觉得我们这些花款 不要那么多 因为我们是走传统的路线 例如芒果寿司 或者其他寿司 都没有了 对啊 我再看你们这种菜单 其实你们除了刺身 和围素不多的寿司之外 熟食是占你们菜单很大的一个部分 对啊 对啊 日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 是靠煮 炖 炖 白灼 等的方式去做菜 所以我们今天 只剪了一份刺身 其他都是熟食的 清鱼其实是日本来说非常常见 而且不算太贵的一种 家常的鱼类 它在近海非常之容易捉到 现在如果不是传统的 就比较少见的 这个都是属于家庭小食 家庭菜 很多人 很多朋友跟我说 觉得味噌这种东西 就是用来煮味噌汤 其实味噌在很多日本的菜式里面 它更加多是好像调味品的出现 特别是出现在一些灯菜里面 然后它的调味里面 用到了一种 我觉得很惊喜的东西 就是 炎汁的美感 这种梅干 其实就是我们 广东都可以种出来的那种青梅 但是它日本是用了很多盐 去腌的这种形式 是日本非常之喜欢用的一种调味料 其实清鱼的口感有点像秋刀鱼 它的肉会有一些粗身 纤维感也是会比较重一点的 其实我觉得日本这种炖菜的味道 好似广东菜 它会比较清淡一点 就算你看到它这碗汁 这碗汁你直接拿匙喝 你也不会觉得咸 很清淡 突出食品原先的这个味道 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青鱼 就算是这样 淋了一碗汁 它本身的那种鲜味 完全都是在这里 开了几年 十六年 十六年 都在这里 是 十六年前 港州做人料 你应该 没那么多 现在很多 十六年前 都是几年了 是 是 我们04年 04年 是 我开始 你们应该是做一排河山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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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到这些酒 吃不了原味 我们多数比较原味 偏强 我觉得很难得的是 这间店 在十六年之间 一直坚持着做自己 很传统的 日本的家庭式料理 没有在这种风格 没有因为这几年 那么多不同的新风刺 来改变自己 但其实 今天来到这间店 我心里有点违陷 就是 我们在这间店 有 平留了两个多三个小时 但是 一直以来 只有两三围桌 的客人 的确是客人很少 但是 即使是这样 他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特色 没有改变 我觉得 是很难得的 我都很开心 终于可以在广州 找到 除了寿司和刺身之外 可以吃到 真正日常料理的 日本料理的地方 所以 我都推荐一些 想尝试一下 吃日本家常料理 吃日本熟菜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 试一试 我是K 这里是品诚的 不同平台点击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 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